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5月1号星期六 印度的疫情 闹得比较厉害 小伙伴 我不知道做何居心 反正几个小伙伴 各个各个的想法 死活就逼着我 一定让我说是印度疫情 闹了好几天了 这事 我一直就不想说 为什么 因为印度疫情 我甭管说什么 都是得罪人 但是你们先逼着我 我就说几句得罪人的大实话 好不好 咱看看印度人疫情 大概怎么回事 美国国务院已经发了声明了 要求所有在印度的美国公民 尽快离开印度 其他公民不要前往印度旅行 不要前往印度旅行 就是说不让去 说好像是从5月几号 3号也不4号开始 就是全面 就是说等于把印度就封了 全面禁止航班了 往返都不允许了 就最后剩了几天 让在那的美国公民 尽量的就赶快撤回来 那么可能是5月3号4号 暂时就没有去印度的航班了 所以如果你要是现在着急去印度 赶快去 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你要想回 你也赶快回 再不回也来不及了 前两天咱们认识一个人 还就是咱们学校的一个老师 一个朋友 他老公是印度人 对吧 他这个都买了几票 这个女的是个白人 对吧 他老公是个印度 是个印度 我记错了 两个都是印度裔的 两口 那女的也是个印度裔的 两个教授 反正他老公 就是上周 好像坐飞机回去了 是吧 回印度了 对 具体没有说什么事 咱们也没好意思问 但是反正那边是出问题了 非常着急 紧急赶回去了 说明那边出事了 对吧 但是也就回去了 对吧 我们不瞎猜 他得回干什么 但是咱们接着说 印度现在的富豪都在出逃 大量的富豪往外走 主要还是就是说 主要的航班是飞去迪拜 印度经济时报说 印度的疫情厉害了之后 富人主要都是要往阿联酋跑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使得该航线的机票 价格飙升 从孟买到迪拜的单程的商业航班价格 已经涨了十倍了 而且已经现在开始停飞 停飞了之后 因为阿联酋那边说 你也不能都来 你都来我们这都乱套了 对不对 你们就带着千里头都来了 就停飞 停飞之后就用私人飞机 私人飞机还可以过去 私人飞机需求激增 说从孟买租一辆私人飞机到迪拜 租用一架13座的飞机需要3.8万美元 一架6座的飞机需要3.1万美元 反正也是 但是他们有钱 不在乎 还得往这走 而且所以实在13个座 你真的凑10个人 大家一起凑凑 一人不就才3千多 对吧 说印度的整个医疗系统就崩溃了 火荡厂的人满门患 说开始在大马路上开始焚尸排队火化 会把尸体放在洗手间 直到被运到停尸间 这种情况其实我们武汉疫情初期的时候都出现过 对吧 武汉当时 反正二氧化流浓度超标 然后后来骨灰乱稿 我后来录了会员视频 后来也给解封了 大家也都看到了 对吧 其实这个情况 我们当时武汉也都出现了 当时武汉的医院里不也就那尸首段 大家都麻木了 都没人管 不过那个时候发生在中国 我们大陆就紧急辟谣 都是活儿八道 都是放屁 你们抹黑我们 那护士疯了 活儿怎么着 反正就都在那说这些事 对不对 但是最后的实施结果 反正我们还是不承认 怎么也不承认 但是后来这件事 意大利其实也发生过 美国当时纽约 我记得 阿姆赫斯当中医院也是 走廊两边都是失守 后来干脆就在医院门口停了几辆停尸车 就顶着 对不对 纽约后来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意大利也是棺材满天飞 对吧 现在印度也这样子 这个事 我记得李泽华当时不还去武汉采访 录了那个视频 去采访武汉 就是说火葬场 说帮火葬场运尸体一天多少钱 怎么回事的 李泽华不也去采访过吗 对不对 所以这些事其实从去年到今年 陆陆续续很难过压都发生过 我们当时武汉本利也发生过 这些事这种情况 对吧 所以你说现在发生到人家那了 你大警小怪到你这了 你就死活不承认 我觉得好 挺好 挺好 这样 这个操作还是非常骚的 然后 说印度单日 什么新增 突破 多日都突破了30万 就是说检测突破了30万 我们到现在就承认多少 承认4000多 是不是 我们到现在都是承认 我们就承认4000多 印度 它毕竟它是一个民选的国家 所以这种东西 就是说只要有检测出来 出去就要报的 对不对 他没办法把那大夫都抓回来 就是什么 乐界 是不是 刚刚大夫不许说 知道吗 知道 道歉吗 道歉 反正是怎么着 里面亮 他们当时不写的 乐界书什么的 就是说现在 累计确诊突破的 1837万 累计死亡病例 突破了20万 说的有叫双突变体的 一个新变体 可能对疫苗 具有部分的抗药性 一些人说 已经接种了两次疫苗 但是仍然 就是得了新冠 二月中旬说 当然首先来讲 我们也承认一点 它这个就是人祸 印度这场疫情 说实话 是人祸 不是天灾 这个没有问题 对吧 我前两天刚开始不说 为什么 就是说一个 就是说大实话 都得人 另外一个 就是说人家闹到正凶 我出来这么说 所以人家好像山口上撒盐 不太好 所以我回避了一下 这两天看看 好像也稍微稳定一点了 是吧 反正也不能说稳定一点 刚开始是连续在30万 大家不接受 现在连续在30万 大家觉得OK了 稳定了 对不对 所以反正我看大家也都 现在能接受一点了 我们说点大实话 就是说 完完全全 就是人祸导致的 二月中旬 印度的新冠的确诊病例的下降 印度政府就宣布 说我们已经战胜了新冠病毒 然后开始电视院 公众场所 全部开放 各种大型的体育赛事 也开始了 宗教活动 政治的这种集会 说在本阿坎德邦哈德巴尔的 叫大湖节 说数百万印度教徒 聚集在恒河当中的沐浴 到几百万 这地步 光着榜子在那一块 在里边就是洗澡 还喝里边的水 反正大湖节搞的是比较大 但各种小的节 也都是少则几万人 多则几十万 也都是有的 这个是事实 是他们自己搞的 而且没有任何的保护测试 他到河里洗澡 也没戴口罩去洗澡 光着榜子 也不戴口罩去 就这么搞 现在搞成这样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好说的 对不对 你这么搞 整个就爆发了 就大爆发了 基本上还是怪自己 对吧 你自己要是稍微处理好点 保持 你戴不戴口罩 我觉得无所谓 你保持六英尺的摄像距离的话 应该也OK 对不对 而且我之前去年我说的时候 还骂 我说口罩 没有必要戴N95的口罩 你戴口罩的目的 不是为了保护自己 戴口罩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别人 而且你戴N95口罩 可能给你自己还造成一些伤害 对不对 主要戴口罩 就是说堵着你的唾末星子 别满充飞 就可以了 其实就这么个意思 你要没有口罩 自己拿个布 拿个围巾 拿个什么东西 只要把嘴堵上 让你的唾末星子 别满充飞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戴口罩的目的 对不对 去年说的时候 妈呀 我靠不戴N95 还行不戴N95就死了 怎么能不戴N95呢 你就胡说 今年我他妈现在看着 还有谁他妈戴N95 你能跟我说说吗 对不对 所以没有办法 走在时代的前沿 就经常是被误解 被伤害 好吧 反正印度 疫情就这么个意思 能说这样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去怪别人 对吧 但是我想说 就是说 印度这个事 咱们骂完他们了 自己胡搞 自己作的 活该 对不对 这是事实 没有问题 我们这边也是 因为去年跟印度闹得比较僵 印度出了这个事 我说句不好听的 我觉得有一些中国人 不是说全部 有个别的 个别 个别中国人抱着一种 幸灾乐祸的心态 然后我们的微信上 就是说 诚心 以此 就是觉得这是一个 宣扬爱国主义的时候 就是说印度民不良生 人民行众生活在水人火烧之中 满大街烧尸体 生活在中国 你是多么的幸福 有这样的国家 有这样的政府 有这样的党 你是多么的应该的 感恩戴德 是不是 进行一场爱国主义教育 就像跟去年的美国 疫情闹到兴的时候 是一样 如出一辙 印度 我没信 我不知道印度到底怎么回事 我相信这些都是真的 但是去年美国也这样子 中国是武汉 美国去年就是纽约 我就生活在纽约 我就生活在纽约 去年我们录视频都是从窗户录 你能看到窗外哪儿 对不对 我窗外就是迈哈顿 我们就住 我们ZIP Code 就是迈哈顿的ZIP Code 对不对 我们就在最严重的地方 纽约里边最严重的就是纽约市 对不对 我们就住在纽约市 对吧 纽约市我也说了 当时爱莫获斯的医院 就是 那就失手停了 两边都是 对不对 门口就是停尸房 就是停尸车 那一辆车能停好多 好几辆的停尸车 在门口顶着 我们从我们家开车到 爱莫获斯 20分钟左右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还经常去爱莫获斯 吃饭 我记得他那有一个 河南人做的面 很好吃 虽然 老拿河南人找到 但是 我跟你说 我娶了个河南老婆 而且我特别喜欢吃河南的面 河南会面 我老婆反而不太爱吃 对不对 胡辣汤也是 我爱吃 你假的河南人 你说我老婆是个假的河南人 我觉得我倒是个真的河南人 我以前也说过 我大学同学跟我关系最好的也是河南人 对吧 你也知道 我到了美国跟我关系特别好 我们教会内也是个河南人 对吧 特别都是好朋友 怎么跑到河南去了 不是 开玩笑 去爱莫获斯那吃河南会面 我们那是经常去 对不对 还有那烤串什么的 所以我们开过去 就20分钟左右 从我们家开过去 还比较近 所以我就是在美国疫情的核心 最聚集的地方 对不对 去年简直就快不行了 就要 简直说美国就要崩溃了 对不对 但是又怎么样的 不也就这样吗 我也都过来了 对不对 我去年感觉到有多大压力吗 感觉海岸也没有 所以你说印度就是怎么样的 我相信都是真的 去年美国也都是真的 对不对 但是怎么样的 反正生活还是应该要继续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疫情 我觉得印度疫情可能最严重的还是在中国的微信朋友圈里边 是不是 我觉得印度那边 我觉得反正也是厉害 但是 有人说 你不知道 不要有情况 别胡说 你看我跟你说这样 截止到4月29号 美国确诊病例达到了3274万 然后就是说4月29号这一天确诊病例是5万6 所以你别以为美国过去了 美国现在每一天的确诊都在几万人 全美国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56.38万 50多万人去世了 对不对 但是你要明白 美国多少人 美国三四亿人 印度多少人 印度也是十几亿 13亿 是不是 好像是13亿 对吧 我前两天我们看了一个数据说中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口已经低于14亿了 所以我们现在人口负增长 说很快可能印度人口就要超过我们了 对不对 所以十几亿的一个人口大国 对吧 我觉得现在死了多少 说死了20万 是吧 是很厉害 底下很厉害 我不是说他不厉害 但是我感觉应该跟去年美国疫情一样 应该远远的没有我们微信朋友圈闹得厉害 对不对 我去年我就在 你在中国的武汉 对不对 我在他妈的美国的武汉 对不对 所以我是亲身经历过来的 美国的疫情远远的没有 中国的微信上说的那么夸张 对不对 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印度我虽然没去 但是我相信印度的疫情是很厉害 但是应该远远的没有我们的微信朋友圈闹得那么的厉害 没有问题 我这是大实话 对不对 所以我知道 有的人可能是真的关心印度 觉得他们这太悲惨了 应该关注一下 有的人可能有其他的想法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是说微信还是应该有的 微信朋友圈应该是要看的 但是就是说你自己长个心眼 是不是想你别微信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 对不对 今天跟你说饭后摆不走 明天跟你说饭后不要乱动 有助于笑话 你听谁的 你对吧 你还是自己要有个 有个自己的自我的一个主见 好吧 所以反正情况就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我之前也说过了 欧洲那边瑞典是不是群体免疫 走到群体免疫 美国跟日本其实差不多 也就是个群体免疫 印度现在看来 就是基本上走到群体免疫去了 那也就这样 那怎么办 那现在印度 有的像瑞典是自己选择的 走到群体免疫 印度是 其实也是自己选择 差不多 也是自己选择的 走了一趟群体免疫的道路 对不对 是福是祸 有的时候不好说 我之前我也讲过 欧洲的黑死病 当时肆虐整个欧洲 欧洲好像是多少 四分之三的人都过世了 但是人类反正那不就是这样 人类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 你以为人类是怎么过来的 人类就是这么过来的 那么物竞天则适者生存 作为人类来讲 讲这个道理 你可能觉得太残忍了 但是对于上天来讲 我觉得就真的 我们几千年前 我记得应该是庄子 我记得庄子应该是 庄子说的 是不是 上天不仁 是万物为除狗 我知道 当然我知道庄子这话说了几千年了 但是到现在了 有多少个中国人能明白这句话 因为庄子真的是 庄子是太聪明了 不要说 绝大多数中国人实际上理解不了庄子的 对吧 庄子这句话 上天不仁 是万物为除狗 就到现在有多少人能理解这句话 其实还是很少的 不过我相信我们平常里应该还比较多 对不对 因为你死东哥一直走到高端大气的路线 能在咱们平常里待得住的 我相信都是有点 对不对 二八八的应该也是待不住 被你死东哥天天这么瞎炸火 没有点心理传说能力的应该也在那待不住 所以我觉得你就要理解这句话 对吧 上天不仁 是万物为除狗 人类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没有办法 所以不好听的 你行 你强 你才有交配权 才有生育权 你的强势的基因才能留下来 人类几千年 可能上下五千年 是不是 发展都是这样子 你够强 你够厉害 你才能存活下来 你的基因才能够交配 你才能够把你的 都是最后强强联合 最强的基因交配下来 丢下来 那么弱势的 他们就慢慢的 就逐渐的就失去了 那死了吗 人死了 你还有交配权 你还交配什么 你不能说死了 我还生个孩子 对不对 那死了就没办法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死了就失去了交配权 以前我们经常讲 在人类还在 住在山洞里 还在山顶洞人的时期 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在山洞里边 有个风云小动 你都可以出来听一下的人 存活率达到超过90% 他还在里面睡觉的 存活率不到5% 那么那些人 慢慢的就都被野兽就吃掉了 那些paranoid的 就是说被迫害妄想症的 有被迫害妄想症的 就存活向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人类 到现在就会发现 大多数人都有点 被迫害妄想症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祖先 就是因为他 unly the paranoid survive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只有 有被迫害妄想症的人 才能够存活下来 就是这样子 人类社会就是如此 你懂了吧 所以我知道你可能很疑惑 但是相信我 你的祖先一定是这样子的 不然就没有你了 你的祖先历经了千辛万苦 能把你生出来 你不要以为你的祖先 容易 你知道吗 真的是不容易 人类社会 剩下五千年经历了多少事 对不对 但是相信我 人类到最后一定不会灭亡 最里边总会有一些 身体好 经历旺盛的人 聪明的 有办法的人 最终能够在无论如何 他们能在这种 最艰苦的情况之下 存活下来 那些survival 而那些人 就是未来人类的祖先 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 所以 当然有的人 对种走群体免疫路线 就是说到现在 还是极为的不满意 但是从科学家来讲 当然可能科学家 现在不愿意说这个话 因为政治不正确 所以很多 上次我讲 欧洲的事 也是很多的科学家 他们实际上是在私底下 在背地里讲 后来把视频偷偷的发出来了 我们看到了 对不对 这种东西都不能公开讲 但是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对不对 所以我也不能在YouTube上 公开讲 但是道理是这个道理 什么道理 就是我要讲的这个道理 对不对 你说 司徒哥 你能不能讲明白 讲不明白 道可道 非常道 对不对 这是庄子的 你看今天把老庄都请出来了 什么事 没有办法 但是还是那句话 就是到了现在 你看今天还有人来说 你看你不是群体免疫吗 你看印度走到群体免疫了 在这乐 我只能说的两个字就是愚蠢 还是那句话 老庄几千年了 几千年过去了 到最后你会发现怎么着 在我们中国来讲 这算是圣人了吧 老庄可以算丰盛没问题吧 这算圣人辈的了吧 对不对 可以说老庄的哲学放在那里 后世几千年难以逾越 真的 我经常说我说庄子老子 属于上嘴平顶上天 下嘴平顶上地了 天下道理被他们说尽了 你后面再想去愚蠢 他非常非常的艰难了 对不对 但是还是那句话 几千年过去了 到现在 就是老庄讲这个 道可道非常道 或者说庄祖讲的 上天不仁 是万物为出口 你能懂吗 对不对 所以很显然你不是老庄的子孙传下来的 不具备这个智慧 所以呢 这就是 还是那句话 就是川普说那句话 可能这就是人生吧 不然怎么办 优胜劣汰 适者生存 我知道很残酷 但是呢 每个人都不得不接受 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